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我现在是在西藏拉萨的共打机场 现在在我身后 马上准备起飞的就是空军猛士的战斗机 我现在离这个飞机的跑道差不多30米左右 刚刚战斗机在我的正上方飞过的时候 我听到的耳边 只有轰隆轰隆的发动机声 还有呼啸而过的风声 战斗机这次是去执行一次警戒巡逻任务 而据我们所知呢 除了飞向空中的战斗机之外 在雅鲁藏布江江中有一个江心小岛 与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密不可分 2016年新春 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雅鲁藏布江江心岛 拉萨的冬天空气轻烈而萧瑟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雅鲁藏布江江心的一个小岛 在那里驻扎着一个空军的导航台 江心小岛距离机场并不太远 但是我们探访小岛的过程却充满了困难和意想不到 在一个岔路口越野车停了下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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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咱们到现在就是不能坐这个越野车进去了是吗 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们要换身牵引飞机的牵引车 这么大呀 牵引车 对 好高啊 小心 离开公路不久 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横在了我们眼前 这就是雅鲁藏布江了 这差不多有多深 这辆地方应该最深的话应该有1米多 那咱们轮胎有多高啊 是个1米2的样子 南路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 发源于西藏西南部 喜马拉雅山北路的冰川 冬季是雅鲁藏布江的枯水基金 江中有很多油沙石堆积的浅滩都露出了水面 这个河应该是结了冰的 因为它这个水 上面的水流下来的比较少 所以它就结冰了 坐牵引车的滋味并不舒服 而班长告诉我们 冬季在江中的这些潜滩上行车 最大的困难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刮起的风沙 但是此刻除了牵引车开过之后卷起的尘土外 四周暂时还是风平浪静的 当一条更宽的河道出现在前方的时候 我们离江新小岛更近了 但牵引车也只能开到这 我们现在视野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宽的浆面 然后有一个班长在等我们 那个牛皮阀我们就要坐这个过去吗 对对对就是坐这个 这就是我们岛主郑辰亮 你好 现在在岛上工作了已经有13年了 13年了 真了不起 欢迎你到岛面 这个叫郑辰亮的班长 实际上就是我们特别想见到的人 因为据其他官兵说 在江新小岛上只有两个人 而在只有两个人的江新岛上 郑辰亮到底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呢 去江新小岛滑牛皮阀子 最在行的就是郑辰亮 这个牛皮阀子是用五张牛皮制作而成的 你别看它这个 好薄啊 但是感觉很薄 很轻很轻 一路以来从越野车换到大拖车 然后再换到牛皮阀 我觉得看到这个牛皮阀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最紧张的 因为这样一张牛皮阀我想象不到 怎么在这么湍急的江水中能够滑起来 这么薄 我抬一抬试试 我轻而易举的就能抬起来 所以说明它也就是四五十斤最多了 五十多斤 它能最多承载多少人 最多能承载八个人 两头牛八个人 能承载两头牛 天呐我不太相信 因为你看能看到里边吗 就只是这个枝干织起来的 它这个枝干是用这个西藏的红柳枝干 红柳 这样晒干以后这样编成的 这个牛皮非常结实 这个地方编的这个绳子是牛筋做的 看上去 至现在我们滑在江面上我感觉非常的惬意 因为这个阳光打在江面上反射在我的脸上感觉暖洋洋的 而且现在感觉水流非常的缓 我们有一种在江中游的感觉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我们并没有想到 为了现在的顺利前行 郑辰亮付出了怎样的辛苦 事后我们方才得知 由于牛皮法完全靠人力操纵 因此无法溺水而行 每次有人上岛 郑辰亮都必须把五十多斤重的法子 拉到江心小岛的上游 然后再顺流而下 班长 咱们现在距离江心小岛有多远 我们现在这个距离 距离江心小岛是三公里的距离 刚才你们拖车下岸了 是江心小岛的上游 距离江心小岛是四公里 有没有绝不下海 有没有绝不下海 那你缺得特别厉害吗 对 因为你们来我们高兴 但是在这个水流不是特别空极的时候 就是必须给靠人力 它才能再弄它 但是很累的 就是放靠人力滑死 习惯 我有一个问题啊班长 为什么我们不用冲锋舟之类的 我们要用这个原始的牛皮阀滑进去 因为这个用牛皮阀是有原因的 它有时候要经过一些浅潭 那个冲锋舟是过不去了 有时候它深浅不一的地方 就要用上这个牛皮阀滑 因为它的福利大 你要用冲锋舟的话 它就搁浅在那 雅鲁藏布江江面开阔 看似平静 事实上却是流速快 漩涡多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入漩涡区了 能够感觉到风比刚才大了很多 船有点开始转向了 现在应该是要配合着 你看现在这个船就有点不清 现在我们这个能感觉到这个船有余 其实船长在使劲的话 但是我们好战都是在原地打算一样 是 这个地方水多深了 这个水有三米 到了夏天就要四米 如果是夏天的话 如果水流会更紧 是吧 水流会更大 做牛皮法子 一会儿心情惬意 一会儿格外紧张 不知不觉中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靠岸的时候 班长突然开始加速滑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流 我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急 如果现在不赶紧滑的话 我们的牛皮法很可能会被冲到下游去 现在真的是看着这个枪心小岛 在我们的左手边慢慢地靠近 最终我们的牛皮法子 没被冲到下游去 郑辰亮操纵牛皮法子的经验 确实十分老道 两个人的导航台 战士们的工作生活都是什么样的 荒凉的自然环境 每天刮起的风沙 在这个寂寞的江心小岛上 有着郑辰亮怎样的坚守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崖鲁藏布江岛行 现在走在这个岛上 这个地上唯一的声音就是沙沙的 这个沙石的声音 是了是了 这个岛的形成就是 由这个风沙和柔软石堆积了 非常的安静现在 江心小岛四面还水 由两排房子组成的小院 就是郑辰亮坚守了13年的 空军某岛航台 郑辰亮今年36岁 河南洛阳人 2001年入伍 这是我们现在苏联员 你好 你好 苏林文 21岁 四川滋养人 2013年9月入伍 来到江心小岛 刚一个月 整个岛上只有两个人 是的 所以我说刚刚我迈上这个岛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安静 有可能是 我的心理作用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岛好像是 在四面还水的情况下 是一个特别孤单的一个 是的 岛也孤单 人也孤单 班长 那在这个小岛上 你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飞机提供岛航 我听见好像有飞机的声音 往这边飞过来 是从后边飞过来 这是民航的飞机 在08年之前 我们他们提供岛航 能带我去看看你们导航台的工作的地方吗 好的 这就是我们导航机房 好 我请您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地方不大 这就是郑辰亮和树林文工作的地方 只要有飞行任务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这个机房里值班 而让我感慨的是 十三年 郑辰亮是怎样在岛上守过来的 现在他和树林文两个人 每天在岛上的生活 又是什么样的呢 真 天刚蒙蒙亮 冬日雅鲁藏木江边的早晨 还是非常非常冷的 我刚刚在房间里听到有集合出操的声音 我就赶紧出来 发现他们已经出发 开始跑操了 不知道只有两个人的江心小岛 晨跑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跟他们跑一段 走 虽然只有两个人 但导航台里的作息时间 却是有很严格的规定 军程的出操 是正常让他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班长 我跟你们跑了一会儿我就跟不上了 累不累 是有点累 我刚刚看你们在国旗下渊出操 然后围着小岛跑了一圈 是每天都要这样吗 是的 我们每天都要这样跑 围着这个岛 这个岛大约两公里多吧 那为什么你们两个单独在江心小岛上 没有跟连队的在一起 然后还要出来跑操 我们主要是 这里边没有人监督我们 就我们两个人 我们要自己监督自己 保持好一日生活制度 不能呆来 整齐的军装 干净的小院 导航台是军事单位 郑辰亮他们是军人 就算人再少 他们也不会忘记 什么是军人的标准 上午的正客时间之后 郑辰亮又有些想女儿了 那个 秦柯怎么样 过节也没说想我 秦柯是郑辰亮女儿的小命 小姑娘纪念三岁半 这个春节本来说好了 牟尼俩一起来岛上过年的 但因为家里临时有事走不开 一家三口 一起过年的愿望又落空了 而手倒的这十三年来 郑辰亮只有一个春节 是回家过的 对于妻子和女儿 她的心中 一直有一个深深的节 谈起我老婆生孩子 我确实特别愧疚 说这个话 我 我都想说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年车我回去 坚持了一百岁 晚上早上我妈说 跑步吧 最后我就跑了 跑了以后 小孩和大人还都平安 晚上后 那时候我妈就谈谈了 我都很兴奋了 那时候我也哭了 我也笑了 当时你干嘛 我当时 她那个时候生产 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一个飞行任务 我走不开了 我妈问我 起什么名 小名吧 先报个小名吧 我就说 叫青柯吧 我觉得她能在西藏 这么恶劣的条件下 生长起来 她就很不容易 所以说 我给我小孩 起名叫青柯 有人上岛 总是郑辰亮 他们最高兴的事 这天中午 连队指导员 带人给小岛 送来了蔬菜 大米等生活物资 江新小岛的补给物资 是半个月送一次 班长 那冬天现在 半个月才能送一次补给 其实挺困难的 对小岛来说 是 在冬天相对来说 还好一些 到了夏天的时候 水大的时候 我们半个月 能不能送一次菜 还是问好 因为它到夏天的时候 水要慢到这个地方 水要淹在这个地方 在下面全部都是一片汪洋 淹到这儿啊 是的 现在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我现在站的这块地方 全都是水 到夏天全都被淹了 而且后边这一片 整片小岛 柯卵石全都是在水下 是 在夏天水最大的时候 整个岛上 只有院子里的这条小路 还露在水面上 而这 也是郑辰亮他们在夏天的 全部活动空间 冬季 冬季 雅鲁藏布江水位下降 河床干枯 江新小岛 看起来更像是一片 砂石堆积的荒滩 下午 下午 狂风又卷着沙尘 扑向了这里 我现在完全睁不开眼睛 而且张嘴修画的时候 全都是沙的 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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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长这个风有多大呀 这个风 有个八级吧 七八级吧 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状况 可能才是这个小岛的常态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小岛的时候 是风和日丽的 那个时候能看到远处的山 云还有蓝天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见到了这个小岛的另外一面 然后感觉到了自然团境 是如此的恶劣 然而这样的天气 班长刚刚跟我介绍了 一年365天当中有200多天 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每次刮风 郑辰亮他们都是最忙的 因为这个时候 导航天线是最容易受损的 小心点 你站在这边 好 你一定要抓稳了 好 小心点 我站不住了 我往下走啊 好的好的 你先下去吧 好 好的 没问题 刚刚往上爬的时候 一阵风吹过来 然后我就完全睁不开眼睛 班长现在正在上面 修这个天线呢 越往上的地方风越大 亲身体验了一次 我们才知道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连队里的很多战友也都知道 一年前的一天 郑辰亮曾经在这样的风沙天气中 检修天线 从三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至今腰上还流流脑伤 岛横天线是江心小岛上最高的地方 不惧猛烈的风沙 郑辰亮爬到了上面 尽管它的身影 在我们的视线中变得模糊 但在这个江心小岛上的所见所闻 却早已深深地落在了我们心里 小小的导航台 和宽阔的雅鲁藏布江融为一体 所谓在这里的战士 内心早已变得宽广博大 在荒凉的小岛上 他们与寂寞作伴 守望着祖国的一片蓝天 这是一次险象还生的边防巡逻 一千三百多米的海拔落差 让这条巡逻路的环境变化多端 潮湿闷热的原始密林 毒蛇毒虫四日 水位暴涨的小黑江河湖 异常陡峭的民间小路 无不让人步步惊心 巡逻困兵历时四天三夜 挑战生命极限 勇闯死亡丛林 他们能否完成巡逻任务 巡视纪时近期播出 编析巡逻计 巡逻用戏 巡逻家